非常感谢世界日报和第一理财能提供这个机会 跟各位同胞或者是老朋友 我参加他们这个活动的大概是几年以前有过几次 可能有的就是我们见过面 有的可能是新朋友 非常感谢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非常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对当前国际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 这个方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我的看法对不对 我们来讨论 那么这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开场 那么另外一个开场的话 就是跟以往一样 我要强调一点 我在今天讲话只代表我个人 不代表我们公司 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个人负责 这是第一 第二个的话呢 我在讲话当中会涉及到很多股票的名字 这个并不代表我要推荐 买或者是卖这些股票 你如果是买或卖 造成的损失或者赚的钱 跟我无关 那么咱们现在输归正传 开始就是说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国际资本市场 到底面临着哪些问题 刚才那个林教授讲的一些 我在他讲的这个基础上 我干脆拿着他讲可能更好也要不然一会我成锅锅了 这个实际上目前呢如果15分钟要讲的内容的话呢我先罗列一下 如果兰底讲的话呢咱们私下里探讨 大体上来说实际上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谁都清楚 美国老大哥面临的问题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和未来的货币政策 这可能是我要谈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欧洲也不能设身之外 欧洲的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说呢会涉及到欧洲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 当时我这里还谈到了中国的问题 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这个中国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先不说啊 有时间我就多讲点 因为我刚从中国回来 那么最后呢就是后边两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因为我做黄金这么多年 所以说谈谈黄金投资的问题 这大概是就是第四个问题 那么第五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关于大宗商品 因为这个大宗商品投资的话呢 也是是人们关注的未来的一个焦点 这个领域里边呢可能也会造就很多就是说投资机会 可能会谈到大宗商品的问题 大体上来说的话呢就围绕着这五个问题的话 在十五分钟之内要讲完 那么咱们就抓紧时间啊 先说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实际都清楚 这个也不用讲了 只是说这个谈点预测问题 美国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现在你们都能感觉到 失业率和这个房地产 这两个问题的话呢紧密相连 可是你要想把这两个问题解决 恐怕比大家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 不是那种像过去一样 只要是货币政策一变一次马上就上去了 恐怕这次的时间来得要长一些 为什么 这里简单讲的话呢 比如讲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 美国的经济结构能到今天为止 实际上不是一天才能形成现在的经济结构 也就是说翻过来讲 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要吸收更多的人就业 要花十日 不是说马上就能够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 这个需要时间的 所以说就业跟这个紧密相连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把这两个定了以后 你能看得到货币的政策 它要想马上提高利率 这种可能性或者空间几乎没有 所以说低利率恐怕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或者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这种可能性很高 尽管的话呢 可能会有面临着一些低微的通货膨胀 但是的话它无可避免 它很难避免 这里头呢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财政赤字问题 这个呢恐怕是对 不只是对美国经济 而且是对什么呢 是对全球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巨大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看起来是美国的问题 但是别忘了 美国的财政赤字连着的是美元的问题 美元的问题的话呢 正好是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核心问题 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储备的 就是唯一的储备货币 它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 对全球的影响都很大 有人说说有没有其他方法替代 糟糕就在这 还你找不见一个比较合适的货币 现在能够替代这个美元 这个我一会会讲到 为什么就是说呢 其他东西就是 谈欧洲的问题的时候 我还会专门讲到 所以说呢 要值得关注的就是 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现在这个华盛顿也在打架 共和党民主党就这个到底 这个就是说这个债务啊 多大的ceiling 这个问题要不要增高 这个也是全球关系的问题 因为的话呢 人们就会担心说 如果再继续增加 谁来还这个钱呢 还是美国人自己嘛 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是他们要来还 还到什么时候啊 如果要告诉你一个数的话呢 如果比如讲 如果十几万亿美金 你大概能想象出来 看到每个人头上是多少钱 每个多少 因为有多少亿人 你自己算一下 所以说这个数据是很大哟 所以说的话 还多少年 那就自然而然 那就更清楚了 所以说呢 这个赤字问题的话呢 是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这是美国经济上面 面临的一个很难克服的问题 尽管说 欧巴马也清楚 新的班子的话呢 对这个问题也很清楚 但是要想解决起来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面临这个问题呢 是多少年累积的结果 不是他一个人呢 上了之后一两年 他还要想什么竞选连任等等 一些个政治上面的东西制约了 就是说他很难有一个长远的眼瓜 比如讲 我们塞套一个政策 我们搞十年或者二十年来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上边 也就是政治制度直接导致了 这种长期的这种政策 很难可以贯彻 短期行为的话呢 不可避免 这种短期行为 实际上对解决问题很难 就很不利 你能看得出来 欧巴马他的经济班子 从这个Sommers 到现在唯一的一个 就还剩这个现在的财长 这财长的话 如果也辞职 基本上他的新的班子 就是他老的班子 没有人了 所以我们要看经济政策的话 往往要看他的经济班子 因为欧巴马本身都不是学经济的 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些经济班子给他出主意啊 那么后来的经济班子到底是谁 现在不是十分明朗 当然说这些头 也可能预示着 某种变革可能会发生 因为你选一个新的班子上了之后 他要决策呀 新的政策就可能会出来 欧巴马就可能就会接纳了 所以说呢 这个很值得关注 那么当然呢 唯独一个有可能trigger 政策的转向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就是通货膨胀 如果通货膨胀过快 逼迫联储会 或者是美国政府 不得不改变方向 就是所谓提高利率 实际上这个的话呢 到目前来看 大概想容忍一定通货膨胀 就是说保持低利率的这种呼声 恐怕是占上方 要想就是说改变这个 可能比较困难 而且现在看起来呢 美联储所能够利用的手段 已经不多了 你想想 刚才这个林教授已经提到 量化宽松化 完了之后 你那么多钱 就是说 等于把那么多钱都撒上去了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 就是如果你讲一个 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 就是现在的联储会主席啊 这个Bernanke 很多人形象的比喻 它是什么呢 它就相当一个 开着一个巨大的飞机的 这么一个 就是说飞行员 它有起飞经验 它不是如何降落 从来没有降落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它只知道怎么样宽松 怎么样刺激这个经济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等到你这个这么大的 你亏的 也就是说这么大量的钱 杀出去之后 等到你这个政策转向的时候 要把这个钱 从这个系统里头 要把它收回来 这个过程有多么困难 就相当一个飞机的话呢 起飞以后它要降落 这降落的过程很重要哦 所以说呢 未来的话 人们担心 不但担心它就 就是说起飞 更要担心 它就降落问题 那么这是美国的问题 那么美国这个问题的话 能看得出来 我在讲下一个问题之前呢 给你简单举个例子 看有没有人知道 如果用61 1961年 一个美元的话 价值到现在 同等购买力 你猜在现在 相当于多少钱 有没有知道 但是我这个问题没讲 其实半天的时候 可能你会 是 有没有知道 大约多少钱 61年的时候 一个美金 现在大约多少钱 一毛钱 刚才讲对了 对 刚才那边 有一个男士答对了 对 一毛钱 对 对 你看没有 他替我发奖品 好啊 咱们一会儿 多问问题 只要有人给你讲 我就多问问题 就是说呢 现在就值一毛钱 对 至于未来 说如果按照 美国现在的政策 今天的一个美金 会不会还是 30年以后 照样值一毛钱 恐怕连一毛钱 也值不了 这是很多人的预期 咱们看 如果你能再过30年 我们还能站在这个地方 讲的话 看看值多少钱 好 好 我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这个 这个 提醒我还有五分钟 咱们 讲讲这个 讲讲欧洲问题 欧洲问题很清楚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欧洲的话呢 这个 我们想这么想出来 从希腊开始起 希腊这么点个小国 戴满小国 一共都没多少人 你有没有什么 像样的工业结构 你接那么多债 还款能力在哪呢 谁都清楚 你没有像样的工业结构 你怎么出口啊 你只是旅游啊 对不对 你接那么多债 是不是 现在尽管说问时 问题好像暂时解决了 比如想把这个债的话呢 暂时给他解救一下 可是如果你解救了之后 还是这个问题 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腿 谁来还这个钱呢 什么能力去还呢 这恐怕是个大问题 那么我们如果一想的话呢 马上就能知道 像欧洲的问题 有些人就经常问 我说为什么要救他们 怎么怎么样 要不救可不可以 你恰恰不知道 如果像这种国家不救 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很大 就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像希腊这种债券 谁拿着呢 都在欧洲这些个商业银行手里面 他买的就是这种债券的 如果你不救他 他一推迟还款 或者说这些债券成为垃圾以后 外国的这个账户上有个严格规定 这个钱还不上了怎么办 马上要冲销啊 这一冲销之后呢 银行里推出一大块钱没了 跨你一家了 整个欧洲的这些个商业银行 面临着怎么办 有可能会倒闭 所以说他问题在这 这就直接关系到欧洲的金融体系 这就是为什么 他又想救 又很困难 又不得不救 就出于这么个状况 所以说呢 这个欧洲的问题呢 我就不多讲了 这个就是说 投资的话呢 咱们赶紧输归证状 要不你来不及听 这个 不要误会 中国经济也变了 中国经济也变了 中国经济的话呢 有人说崩溃 有人说什么 什么未来世纪 中国的世纪 我觉得是 这个 既不要相信崩溃 也不要相信 什么未来世纪 中国世纪 咱们讲讲黄金问题 这个恐怕是大家关心的 说为什么黄金好呢 刚才既然讲了 说欧洲有问题 美元也有问题 这钱没就是去 现在糟糕的问题就是 世界上没有一个 像样的国际货币 于是乎黄金和白银 就成了一种天然的国际货币 这就是大量的钱呢 把这黄金呢 从250美元一共四 直接炒到现在多少 1500 1500美元一共四 是吧 那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景哈 我就不一个个讲了 我就把这后边 简单讲一讲 说你要区别什么呢 要区分哈 黄金的投资 和黄金股票的投资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 有些人直接你可以买 Bullet 就直接去买这个黄金 比如讲金钻呢 金钻金钻都可以 包括ETF都可以 但是的话呢 我是做什么呢 做黄金股票投资的 凡是生产黄金的公司 或者生产贵重金属的公司 我都感兴趣 那么简单讲一下区别 区别代表的话呢 其实黄金投资呢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你买的只是一个 PiMing 就是说时间 低进高走 你就赚钱了 但是股票的不一样 股票的往往的风险 要高得多 但是股票的回报也很高 通常来讲是1比3的比例 就是说每黄金上涨1% 黄金相关的股票 大定上涨3% 当然是Visorさん 如果下降的时候呢 它也是 它会下降要比那块 那么黄金股票的投资呢 还有个好处什么呢 黄金股票 你能参加分红 你这个买 买这个黄金本身来说 它不会给你股票分红的 但是生产黄金的公司会怎么办 会给你dividend 它会给分红 再有第三个的话呢 你如果投资黄金股票 生产黄金的股票的话呢 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呢 你直接能够参加cualty action 就是因为在股票领域里边 有大量的mortization 它会买卖这些公司 买卖这些公司 谁都清楚 那个股票就会sorry 这儿的话 你就会参加额外的这种 就是说投资黄金股票的话呢 这种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高的回报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 就是说股票呢 它是易于分散风险 因为一个生产黄金的公司 它往往呢 伴随着很多叫共生矿 它尽管说这是一家黄金公司 但可能它伴随着生产白银 或者是铜 或者其他东西 这种东西往往给你一个diversification 就是说你分散化风险等等 其实的话呢 如果这个领域里边咱有时间可以多讲点 但是没有了 咱们后边谈谈大宗商品 这个我这个讲话估计就差不多了 这个大宗商品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想一想 未来的世纪 想一想人类的历史的发展 到今天为止 全球的人口是多少 大概是60多亿吧 那么这才是 而且这个人口的增长呢 往往是一个几何的形式在往上上 那么未来的增速啊 可能比过去30年可能还要快 那么你可能说美国没那么快 对 美国是没那么快 但是你看看阿拉伯国家 你看看其他什么非洲 很多国家增长非常之快 那么好了 整个的地球就这么大 人口在不断地增长 大家都要过好日子 所以说对资源的需求啊 往往就造成了一个瓶颈 地球啊就这么点 挖来挖去的资源呢 大家都跟它要 不管是铁也好 不管是什么铜也好 什么东西都要 大家都得挖这个地球 那么这个地球呢 你就想想 负担这么多人 大家日子都要好过 将来的投资的一个巨大的领域 能够赚钱的 大概就是资源 所以说呢 未来开采资源呢 资源类的东西 可能会是一个长远的 这么一个带有 就是说高回报 相对来讲 风险也比较大的 那么一个领域 因为这个资源的话呢 要讲起来就很多了 凡是跟这个地球要的东西 都可以算资源 从能源 就是讲天然气啊 到这个石油啊 一直到铜铁 等等 就是各种 各种金属 甚至你像前段时间 稀土啊 现在连水都是一样 就是说可以饮用的水啊 投资水的也很厉害 所以说呢 全部这些资源类的东西 恐怕是未来啊 我们得转眼于 十年 二十年的长远投资来说 我对资源类的东西 一直看好 因为这个领域里面呢 恐怕有巨大的投资机会 因为这个呢 是完全叫 supply side的 就是它没有攻击 挖一点少一点 取代的话又很困难 所以你好像 想一想 这个领域是不是 有很大的作成 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估计 我时间已经超了 是不是 任何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rue